大家好,我是李云迪 最近呢,确实参加了不少的综艺 大家都认为我是想出圈 不,其实我是想出门 我们行业所有的公开演出都暂停了 我在家呢,也憋了半年,都发福了 连出,我在网上放了一段我弹琴的视频 因为正年有点胖 就只录了侧脸 视频上传之后呢,大家都很激动 哇,沈澄老师你还会弹钢琴呢 大张伟也来了 我跟大张伟呢,比较熟悉 也跟他一起参加过一些节目 他以前在节目里呢,也模仿过我 有病好着急,我是李云迪 模仿的还挺像的 我看完确实挺着急的 担心他冒充我出去接活 前段时间我去创造营呢,跳了个舞 我一开始内心是抵触的 作为一个钢琴家,去跳女团舞 动作呢,是这样的 你最最最重要 跳完之后呢,我心里真的很纠结 第一,我真的挺害羞的 第二,我还真的挺喜欢的 跳舞呢,还不是最尴尬的 最尴尬的是在后台 有一个热搜 是我和孟美琪的屏障式互动 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打招呼 空气都凌固了 其实,我是个慢热的人 刚要热起来的时候,他就走开了 当时我就想 我要是个热得快,多好 我呢,确实不在延迟和社交 却总是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 被大家关注 之前网友在我直播的时候 让我跟秦浩去爬山 我说好啊,可以一起爬 然后我就上了热搜 网友还说我勇敢 我这有什么勇敢的 是怕我下不来吗 他们说,不,怕你下来太快 我想那能有多快呢 后来我补完《隐秘的角落》 确实太快了 怪我不知 《隐秘的角落》里呢 还有一场戏 我印象呢,特别的深刻 就是朱朝杨妈妈 为了让她长高 强迫她喝奶的片段 来了 看这一段时候呢 我就在想啊 这肯定是奶的问题啊 这要喝的是 南河绵羊奶 怎么还会强迫 每天晚上 睡觉前 妈妈和孩子都抢着喝 南河绵羊奶 多款新品 全家都能喝 满足各个年龄段营养 我年轻时候呢 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大赛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想对参赛的选手说 只要在舞台上呢 就免不了 拿去和其他人做比较 包括我在内 所以不要回避竞争 因为总有一天 你会习惯的 就像我 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啊 现在再去参加比赛 就完全能够做到 泰然自若 一点都不紧张 反正 我不管去参加什么专业比赛 都是去当评委的 其实呢 去唱歌也好 跳旅团舞也好 来讲脱口秀也好 主要是因为 现在音乐厅呢 也不能够公开演出 其次 我真的很希望 有更多的观众 可以看到我 从而了解到 我所从事的专业 最后 我想对来今天脱口秀的朋友 说一句 朋友 钢琴演奏 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我是李云迪